有甚至隔年一月份才能采收 因此葡萄比东岸的多停留在藤上达两个月 保留在藤上的葡萄所含的水分会降低 承受度会增高 所以会散发出更浓郁的香味 我们熟悉的酿酒过程都是在室内进行 但是酿制冰酒比较特别些 首先巨大型挤压机必须设置在屋外 为什么呢 原因是室内温度较高 冰葡萄很快就解冻了 所以采摘挤压时候的温度 也必须符合冰酒制作规范 一般的葡萄放入挤压机中挤压 它的汁液马上就流出来 但是冰酒葡萄不一样 因为它所含的水分是解冰 而葡萄的蜜汁和香味并不会解冻 当它经过挤压时 是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流出来 所以通常挤压一次冰酒葡萄 要花费4到6个小时的时间 差不多30磅到35磅的葡萄 才可以挤压出大约半公升 或一瓶375ml容量的冰酒 一般酿制白葡萄酒 红葡萄酒的葡萄 它的汁液的甜分 差不多是在20度左右 但是制作冰酒的葡萄密质 至少要38度 而最特别的红冰酒就要40多度 因为红冰酒葡萄采收的温度要求更低 挤压出来的汁液更少 所以它的味道就更浓厚 冰酒的真味有相当明显的差异 真冰酒能散发出多重的香味 包括蜂蜜的味道 又带点凤梨的香味 不同品种的冰酒 还可以各自带有独特的味道 有的是水蜜桃 有的是苹果香气 而常见的假冰酒 是在葡萄原料中添加糖和香料 所以它只有一种香味而已 冰酒是如此的珍贵 若是让你浅尝一口 保证让你身心舒畅 所以加拿大之外 只有德国和奥地利生产冰酒 但它们并不是每个年份都能够生产 今天您已经赤身于有绝佳气候条件 生产冰酒的加拿大 欢迎大家一同品尝这份 老天赐给这片大地的礼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